下面我想再讲 下面说 第二个是以怀柔 怀柔 珠摩和一切世间众生而赞叹的 这个颂词当中 顶礼欢愈威德摩顶时光满城斑 细小大小深走阴怀如群没欲世间 这个是顶礼欢愈威德摩 欢愈威德摩有无漏的欢乐和快乐 大乐 那么以他的威德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个度母实际上他有个特点是什么呢 他的顶时光芒非常稀有 庄严 并且他发出的小声 发出一般诸佛菩萨的小声 为众生有利益的时候都会晓得 一般度母的小声相关的有些资料里面说 哈哈 呵呵 嘿嘿 霍霍 有这样的小声 这些小声实际上我们经常念诵的 嗡嗲哲哲语能怀柔 能驾驭 世间当中所有的一些群魔 世间当中所有的世间 包括比如说 帝氏天 梵天 国王 大臣 然后世间当中的种种人 所以我们如果要想 世间的一切的外缘 魔障不能摧毁你 世间所有人天的众生 你要想好好地帮助他们 度化他们的话 首先是把他们的心收回来 如果你心没有收回来 可能有一定的困难 你要心收回来 如果你自己没有一种威德和能力 很困难的 我们世间的一个家人 如果你吸引别人的美丽也好 吸引别人的能力没有的话 你越来越吵架 他越来越远离你 你想帮助他 想让他带走也是不一定的 但如果人自己有了这种威望和德行 那这个时候自然而然的 就像是有花朵当中 蜜蜂自然而然来一样 所以众生自然而然具足 在这个时候通过佛法来利益 也是不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祈祷度母的过程当中 经常有度母的加持 包括他身上的 我们前面也讲过吧 我们看起来他是很庄严的金银财宝 这种外面是保身服饰的 但是这种也是一种加持的象征 我们有信心 我们有因缘的话 也是完全可以得到的 得到这种感言 我记得吴光尊者那个传记里面 多一想不起来 忘了一些 但是吴光尊者传记里面 不是吴光尊者在意志善事的过程当中 他就办了九字架 后来当地的人们也是把它开除了 开除以后他在山下写了一些 严厉世间的道歌去一个地方 去一个地方遇到了好像一个阁系 这个阁系也去外面准备化缘 他说 我如果能化到一袋子青壳 准备在某某山洞里面去壁馆 吴光尊者说 我也正好想到那里去壁馆 要不要我们一起去结果到那里去了以后 有很多因缘就出来了 他们闭关的粮食补充问题了 他每天跟格西讲天光庄严论 准备发愿八个月还是九个月在那里闭关 到了第五个月的时候吧 有一天早上还是晚上的 反正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在这个时候吴光尊者的显现当中 度母的化身一个十六岁的少女 骑着一个马在身上有各种 酸狐 麻辣 金银 财宝各种装饰 非常圆满的一种少女出现在他面前 吴光尊者开始祈祷说 圣母今天见到你 非常欢喜 请你赐予加持我 结果度母的化身十六岁的少女 把自己的副冠写下来交给吴光尊者 交给吴光尊者以后 他在一个月当中空了无二的决数当中 一直不离开从此以后 度母始终都是在她的事业最关键的时候 就会出现的 我想我们在座的道友们你们也是应该 原来我好像度母像赢了一些 但当时没有讲功德 所以你们可能不一定有感觉 还有去年我做了一个卡片 我想这个卡片很容易得到 当时发了 是吧 发了没有 发的话 有没有 可能你们不在乎 就放在什么 你看 度母开始出来了 怎么说 我刚才说 吴光尊者当时 一个月当中处于一种空了无二的境界当中 然后他所作所为都是度母帮助弘法利生 好像后来格玛兰扎上师见面也是度母收集的吧 应该好像是吧 你们方便的时候翻开吴光尊者传记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应该经常修度母很有必要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经常讲我们学院里面 比如说出现一些现象上的违缘或者出现一些瘟疫病 在那个时候大家共同修度母法 平时也经常有这样的 因此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吧 应该说修行还是很重要的 有些世间人 我那天什么时候看到的 有一个世间人说他特别喜欢念度母行咒 为什么呢 以前他那个家庭好像刚开始不是很好的 后来家庭特别和睦 有一个上师要求他念度母行咒四十万遍 到了二十万遍的时候 他的家庭已经完全有很大的变化 特别快乐 别人也是极其羡慕他们的家 这样的时候他就把四十万遍念了 后来他再念好像一百万还是什么的 一百万确实我们现在在世间当中 很多人的感应 其实诸五菩萨的加持是看众生的信心 众生真的有了信心的话 虽然这是一种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外修法 度母的外修法相当于是一种坐相 也许你们学禅宗的 学大圆满的 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讲不要坐相 其实口头上我们这样说 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做善法的相还是有必要的 如果我前两天也讲了 我们有很多护法神也是帮助我 有很多空性和有一些本尊经常护助我 那么我的弘法力生也好 还有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修行各方面都是很顺利的 就很顺利而且这种能力和实力也是极其的强大 这一点应该看得出来